大家好我是旭哥 Walkan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李叢林開始的異世界生活Lossy Memories 那旭哥先來做一個挑戰 就是在這個日服還有台服啊 就是開了兩個帳號 就是重新開兩個帳號 那我們兩個來刷手抽來實測看看 那台服這個帳號呢 稍微玩了一下 所以他的賺比較多一點 然後他的轉蛋券給大家看一下是 22張 然後有一張是這個保證三星 那我們看一下日服的 日服這個就沒什麼玩就重開的 然後1105鑽 然後他這個轉蛋券多了一點 轉蛋券有26張 有一張三星的吧 然後有25張是一般的轉蛋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就是等下就來抽看 我們先從台服開始抽 然後日服呢有多了就是一匙就是新的轉蛋 那旭哥等下會抽一下 就是第二張的 這個20年的復仇鬼 好 486的新的角色 那我們來開抽 首先先來抽抽看這個 10抽 我就來抽抽看 兩個兩個服會對照一下 就是這個首抽 好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會抽到什麼 好像有中五星喔 喔中Betty 好 旭哥的這個台服的這個首抽是 第一支就Betty 不錯不錯 我們來實測看看 一星的 好一星 直接跳過 二星 剛有中一個劍鬼 中一個五星 五星的Betty 台服的運氣這個還不錯 然後我們再來抽看 第二個十連 兩個來大對決一下 台服日服大對決 新的挑戰 這好像沒什麼 我們就 欸有中一個 三星的這個 王選候補 齊居塔 看一下 一個三星的 所以台服的這個券都用完了中了一個五星目前一個五星 不是三星啦 說說一個三星 最近玩太多那個其他遊戲一直講五星 三星的 剛中一個三星的Betty 不算旭哥首抽最推薦但是還可以啦 Betty也算蠻強勢的角色 這個B中三星的 看會中誰 哇靠 糟糕 這個手抽很爛 很爛的手抽 悲劇了 連486都沒有 好那 魔法石也抽一抽好了 所以這個 台服這個手氣不是很好 台服的角色也相對比較少一點啦 畢竟日服比較新嘛 那我們來看 有艾蜜莉亞我們來挑戰一下艾蜜莉亞 看三星能不能抽到艾蜜莉亞 給你將攻贖罪的機會 全部都是一二星超爛 這個賬號感覺要刪了 台服這個 挑戰 挑戰失敗了 很糟的手抽 也沒有艾蜜莉亞 沒有那個 486 這個就單抽抽一抽吧 而且都抽到蠻多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說 再來 這個鑽石有些是 稍微玩了一下主線 都是這個 不怎麼樣 台服這個賬抽的很爛 好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日服 就直接挑了日服去 日服 多送一點 日服是送25張 那旭哥之前有做那個日服的 就是剛開始就有做那個 台服還沒開的時候就有做TOP5 就是先來日服玩 然後還有做那個 以服的攻略 以服 以服故事模式的攻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爛透了 結果日服手氣也很爛 是不是今天太飛了 只中了一個惡心的酷爾修 手氣超爛的 再抽一次 兩個在比爛的就對了 最後台服還抽得比日服還好 有一個五星了 不是三星啦 一直說錯 這個遊戲比較特殊是 它的最強的是三星 一般 一般遊戲至少都是什麼 SXR或是五星 它是三星 很容易講錯 好那二星 應該要來了吧 剛出彩色了 應該是要中三星了 來了來了 這個 我們看一下要中什麼 艾蜜莉亞 而且艾蜜莉亞這個是 新版的 這個是睡衣的艾蜜莉亞 好像不錯 我看一下那隻 這隻好像是 新版的 睡衣艾蜜莉亞大家有看過嗎 這個是新版 這個造型很好看 日服好像抽的比較好 睡衣艾蜜莉亞 這個三星 接下來再抽一下 所以好像 日服稍微抽的好一點 這個都 中這個一二星 就把轉蛋券抽一抽吧 又是一星 悲劇 話說這個手氣好像也真的不是說很好 二星 還是直接skip 而且還是個懶的 連介紹都懶的介紹 看一下 最後一個還是一星耶 最後一個還給一星 真是太給面子了 好那我們最後來抽一下這個必中三星的 看看中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吧 特效是一樣都是Betty 然後 還有帕克這樣 喔又是你 欸 有鬼啊 見鬼了 台服日服的首抽都抽到同一支 三星必中三星都抽到同一支 見鬼了 這兩個帳號都要刪了 沒有啊 這個還有睡衣艾蜜莉亞 那這個這一次有多這個 就是 新的這個轉蛋 那續哥來抽最新的 這個 就是有什麼 復仇鬼486 我們抽抽看 看會不會中一下新角 日服的新角 復仇鬼486 見鬼了 好像沒有 哇 哇 非非洲可以 非洲的手氣可以延續 延續到其他 其他遊戲是不是 最近抽轉蛋都抽超飛的 你還是可以這樣 好像都一二星耶 哇 悲劇了 最後一個 一抽 把它抽完好了 那最後這個 序哥 這個手遊攻略有最新的禮包碼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序保序 還有攻略出體驗 以及抽轉蛋的實況 那大家可以訂閱一下頻道 今天做這個大挑戰 就是挑戰的蠻慘烈的 好啦 但是 有一支這個 這個還算滿意啦 有抽到這個 算是比較新的 艾蜜莉亞 這個睡衣艾蜜莉亞 這個圖很 很讚啊 稍微就是有點安慰了一下 這支是可以BUFF 綠屬性的我方 全體40%的那個血 就是他的Leader機 今天錄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見